基隆朝鮮公園在昨天晚間傳出了溺水事件 一名男子下午的時候跟家人朋友一起 但是晚間卻沒見到人 那麼在今天一早搜尋過男子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一名穿著舊聲音的男子 不過岸上人員不斷呼喊質疑 在椒岩上用手電筒來回搜尋 因為他的寶貝兒子在下午潛水時意外失蹤 事情發生在23號晚間7點55分 基隆朝進公園 根據了解這名年僅20多歲 175公分 體重150公斤的失蹤男子 是在23號下午4點 與家人及友人到公園訪波堤外潛水 但直到晚上7點都沒有看見他上岸 也呈現失聯狀況 家屬只看見機車停在岸邊 卻不見人影驚覺不對 於是趕緊報警處理 身上有穿救生衣 但是沒有背負氣瓶 然後他在岸邊失蹤 那我們到達現場之後發現浪礦不佳 所以也沒有辦法做一個船艇的出海搜救 所以我們就是以人力的部分 在岸基做一個搜索 救援人員全副武裝進行搜救 也派出空拍機 利用具有紅外線熱死象儀的功能監看 擴大搜查 直到晚間9點多海水暴漲 海象不佳 9名安基搜索人員先停止動作上岸 不過其他搜索人持續進行當中 由於男子下水時警穿防寒衣 未攜帶氧氣瓶 讓家人相當擔心是否遇見危險 在二十四號一早 搜救人員巡迫到男子 但已無生命跡象 明天死亡 詳細愛情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提醒民眾要從事潛水等危險活動 要做好萬全準備切勿以個人行動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發生 記得這種報導 加油 加油